两个小学老师突然惊恐地发现,恐怖分子正开着大货车冲向学校,他们急忙疏散学生,可货车已经近在眼前,眼看一场惨剧即将发生,这时得到线报的特警驾车感。 逼停货车后,三名警察小心翼翼地上前查看,不料却见到诡异的一幕。 很快朱利亚便收到情报,两名嫌犯和三名警察当场归系,而袭击的目标正是巴德孩子所在的西斯岸小学。 听到学生和老师没有伤亡,朱利亚总算松一口气,立即准备前往和首相的危机应对会议,同时下令将威胁等级提升为严重。 出于私人情谊,他第一时间将消息告诉了巴德,虽然诧异为什么朱利亚会知道自己的家人,但巴德还是礼貌性表达了感谢。 由于不确定是否会有下一次报复性袭击,上级把他的家人转移到安全屋,同时为了不给内政大臣带来威胁,巴德也被调回警局担任文职。 巴德很愤怒,明明自己是化解恐袭的功臣,却被当成安全隐患,受到不公平的变相降职,本想带回家后,能得到家人的一丝宽睿,可妻子却一如既往的没给好脸色,甚至还责怪他连累了孩子。 事业受挫加上家人的不理解,让本就患有应激创伤的巴德烦躁不已,可他不知道的是,同一时间的朱利亚也在会议上大发雷霆,怒斥警方无能,对嫌犯的调查迟迟没有眉目,还将唯一一个真正阻止过恐袭的警官,从他的保护团队中调走。 不久后巴德收到好消息,儿子拿到了特殊学校录取通知书,而自己也官复原职,被调回了朱利亚身边。 鉴于英国日益严峻的社会局势,首相召集内阁大臣召开高层会议,可就在开完会后,朱利亚在返程途中遭遇狙击手袭击。 看到司机被一枪爆头,巴德赶紧俯身操控汽车击停。 另近一看,这才意识到袭击的人是个高手,因为每一枪都精准命中玻璃上同一位置,尽管汽车安装了钢化防弹玻璃,可这样打下去迟早会破。 于是巴德赶紧让朱利亚躲到车窗下方,利用车身的防弹钢板阻挡子弹,接着他紧急呼叫总部,请求即刻派出武装支援,得知对方将在两分钟后抵达现场。 他一边在原地等待支援,一边努力安抚惊慌失措的朱利亚。 但外面沉重的子弹还在不断击打车身,一直这么等下去也不是个事。 眼看两分钟时间已过,特警依然迟迟未到,巴德只能从后座钻出车外,在确认四周没有恐怖分子后,他掏出手机冒险拍照, 他马上向总部汇报情况,同时确认支援部队是否赶到,得到的答案确实还需要两分钟。 巴德意识到警方靠不住,于是果断采取自救行动,把司机尸体搬下车后,他顶着子弹冒险倒车,一路开到狙击手楼下,最后原地飘移进入视线盲区,接着让同事保护朱利亚,自己则端起武器去找狙击手。 在保安的指引下,巴德成功到达顶层,然而在看到狙击手的那一刻,他却整个人愣在了圆顶,原来幕后真凶竟然是自己的好兄弟巴脸,可没等他细问,巴脸就直接掏出了枪。 由于遭遇袭击,朱利亚住进了安全屋,他意识到白天警方支援迟迟不到,背后一定有反恐怖高层指使,没想到除了外部的武装威胁,在市政厅内部也有人想要他死,感受到政坛的残酷无情,他全身颤抖打翻了酒杯,巴德想要上前帮忙,慌乱中差点碰到朱利亚的手,他整个人瞬间实话,尴尬的氛围在二人之间蔓延,最后还是朱利亚率先开 此时他不再是手段强硬的女政客,而是脆弱无珠的小女人,眼前的男人沉稳而可靠,给了他无限的安全感,压抑许久的巴德也抛开顾虑,决定任性地放纵一回,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,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,卷入了勾心斗角的政坛阴谋